会计法 第一章通则 第一条,适用范围 以政府及其所属机关办理各项会计事务,依本法之规定 第二条,主计超然,机构超然 依各下级政府主计机关无主计机关者,其最高主计人员,关于会计事务,应受该管上级政府主计机关之监督与指导 第三条,会计事务 以政府及其所属机关,对于阻列事项,应一机关别与基金别位详缺之会计 一、预算之成立、分配、执行 二、岁入之止刻或收入 三、债权、债务之发生、处理、清偿 四、现金、票据、证券之出纳、保管、移转 五、不动产物品及其他财产之增减、保管、移转 六、正式费用、事业成本及税计余处之计算 七、营业成本与损益之计算及税计盈亏之处理 八、其他应为会计之事项 第四条,会计事项之事务种类 一前条会计事项之事务,依其性质,分下列四类 一、普通公务之会计事务,为公务机关一般之会计事务 二、特种公务之会计事务,为特种公务机关除钱款之会计事务外,所办之会计事务 三、公营事业之会计事务,为公营事业机关之会计事务 四、非常事件之会计事务,为有非常性质之事件,及其他不随会计年度开始与终了之重大事件 其主办机关或临时组织对于处理该事件之会计事务 第五条,普通公务会计事务 一普通公务之会计事务,为左列三重 一、公务税计之会计事务,为公务机关之税入或经费之预算实施,及其实施时之受制 一、与因处理收支而发生之债权、债务,及计算正式费用与税计于处之会计事务 二、公务出纳之会计事务,为公务机关之现金、票据、证券之出纳、保管,以转之会计事务 三、公务财务之会计事务,为公务机关之不动产物品及其他财产之增减、保管,以转之会计事务 第六条,特种公务会计事务 一、公务出纳之会计事务,为左列六重 一、公务出纳之会计事务,为公务关于现金、票据、证券之出纳、保管,以转之会计事务 二、财务经理之会计事务,为公有财务经理机关,关于所经理不动产物品及其他财产之增减、保管,以转之会计事务 三、纸客之会计事务,为征收机关,关于税付捐费等收入之纸客、查定,及其他依法处理之程序,与所用之票罩等凭证,及其处理纸客物之会计事务 四、公债之会计事务,为公债主管机关,关于公债之发生、处理、清偿之会计事务 五、特种财务之会计事务,为特种财务之管理机关,关于所管财务、处理之会计事务 六、特种基金之会计事务,为特种基金之管理机关,关于所管基金、处理之会计事务 二、前向第六款称特种基金者,为除营业基金、公债基金及另为事业会计之事业基金外 各种信托基金、留本基金、非营业之循环基金等,不属于普通基金之各种基金 第七条、公营事业会计事务 亦公营事业之会计事务,为下列四众 一、营业税记之会计事务,为营业预算之实施,及其实施之收支 一、与因处理收支而发生之债权、债务,及计算税记盈亏与营业损益之会计事务 二、营业成本之会计事务,为计算营业之出品或劳务美单位所费成本之会计事务 三、营业出纳之会计事务,为营业上之现金、票据、证券之出纳、保管、移转之会计事务 四、营业财务之会计事务,为营业上使用及运用之财产增减、保管、移转之会计事务 第八条,会计事务分类汇编 一个机关对于所有前三条之会计事务,均应分别种类,综合汇编,作为统治会计 第九条,政府会计组织 以政府会计之组织为左列五众 一、总会计 二、单位会计 三、分会计 四、附属单位会计 五、附属单位会计之分会计 二、前项各款会计,均应用富士不计 但第三款、第五款分会计之事务简单者,不在此线 三、第一项各款会计之账务处理,得是事实需要,惩请上级主计机关核准后,集中办理 第十条,总会计 一、中央、直辖市、县市、乡镇、市、直辖市山地原住民区之会计,各为一总会计 第十一条,单位会计 一、左列各款会计,为单位会计 一、在总预算,有法定预算之机关单位之会计 二、在总预算不依机关划分,而由法定预算之特种基金之会计 第十二条,分会计 一、单位会计下之会计,除附属单位会计外,为分会计,并冠以机关名称 第十三条,附属单位会计 一、左列各款会计,为附属单位会计 一、政府或其所属机关附属之营业机关、事业机关或作业组织之会计 二、各机关附属之特种基金,以岁入、岁出之一部编入总预算之会计 第十四条,附属单位会计之分会计 一、附属单位会计下之会计,为附属单位会计之分会计,并冠以机关名称 第十五条,会计年度 一、会计年度之开始集中了,一预算法之所定 二、会计年度之分计,自年度开始之日起,每三个月为一计 三、会计年度之分月,依国立之所定 四个月之分询,以一日至十日为上询 十一日至二十日为中询 二十一日至月之末日为下询 五个月之分为五日期间者,自一日起,每五日为一期,其最后一期为二十六日至月之末日 六期间,不以会计年度或国立月份之时日起算者,或月份非连续计算者 其计算依民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至第一百二十三条之所定 第十六条,记账本位币 以政府会计,应以国币或预算所定之货币,为记账本位币 其以不合本位币之本国或外国货币记账者,应折合本位币记入主要之账簿 记账时,除未乘除计算外,置原位置,缴为四舍五入 二前项规定,如有特殊情形者,得拟定处理办法,经各该政府主计机关核定施行 第二章,会计制度 第十七条,会计制度设计原则 以会计制度之设计,应依会计事务之性质,业务实际情形,及其将来之发展 先将所需要之会计报告决定后,据以定定应设立之会计科目 不及,报表,及应有之会计凭证 二,凡性质相同或类似之机关或基金,其会计制度应为一致之规定 政府会计基础,除公库出纳会计外,应采用全则发生制 第十八条,会计制度之设定和计程序 亦中央,总会计制度之设计,核定,由中央主计机关位置 二,地方政府之总会计制度及各种会计制度之一致规定,由各该政府之主计机关设计,曾经上级主计机关核定颁行 三,各机关之会计制度,由各该机关之会计机构设计,签报所在机关长官后,承请各该政府之主计机关核定颁行 四,前项设计,应经各关系机关及该管审计机关会商后使得核定,修正时一同 五个种会计制度之势力,与会计事务处理之一致规定,由各该会计制度之班型机关核定之 第十九条,会计制度内容 一前二条之设计,应明定左列个事项 一,各会计制度应实施之机关范围 二,会计报告之种类及其书表格式 三,会计科目之分类及其编号 四,会计不及之种类及其格式 五,会计凭证之种类及其格式 六,会计事务之处理程序 七,内部审核之处理程序 八,其他应行规定之事项 第二十条,会计制度之法之准据 一个会计制度,不得与本法及预算、决算、审计、国库、统计等法抵触 单位会计及分会计之会计制度 不得与其总会计之会计制度抵触 附属单位会计及其分会计之会计制度 不得与该管单位会计或分会计之会计制度抵触 第二十一条,会计报告之目的 一个种会计报告应划分会计年度 按左列需要,编制各种定期与不定期之报告 并得兼用统计与数理方法 为适当之分析、解释或预测 一,对外报告 应按行政、监察、立法之需要 及人民所需明了之会计事实编制之 二,对内报告 应按预算执行情形、业务进度 及管理控制与决策之需要编制之 第二十二条,会计报告分类 以会计报告分左列二类 一,静态之会计报告 表示一定日期制财务状况 二,动态之会计报告 表示一定期间内制财务变动经过情形 二,前向静态、动态报告各表 欲有比较之必要时 得分别编造比较表 第二十三条,会计报告内容 一个单位会计及附属单位会计之静态与动态报告 一,充分表达原则 即第五条至第七条所列之会计事物 各于其会计制度内定定之 二,静态报告应按其事时 分别编造左列各表 一,平衡表 二,现金结存表 三,票据结存表 四,证券结存表 五,票罩等凭证结存表 六,纸刻物结存表 七,公债限额表 八,财务或特种财务目录 九,固定负债目录 三,动态报告应按其事时 分别编造左列各表 一,岁入或经费累计表 二,现金出纳表 三,票据出纳表 四,证券出纳表 五,票罩等凭证出纳表 六,纸刻物出纳表 七,公债发行表及公债还本付息表 八,财务或特种财务增减表 九,固定负债增减表 十,成本计算表 十一,损益计算表 十二,资金运用表 十三,盈亏波不表 第24条非常事件之会计报告 亦非常事件所应编造之会计报告各表 由主计机关按事实之需要 参着前条之规定分别定之 第25条 会计报告各表之制造 一个单位会计所需编制之会计报告各表 应按基金别编造之 单位简明记 得按基金别分栏综合编造 第26条 分会计报告 亦分会计应编造之静态与动态报告 应就其本身及其隶属单位会计 或附属单位会计之需要 于其会计制度内定定制 第27条 会计报告及个表减少或合并 以第22条至第25条之报告及个表 得由各该政府主计机关 会同其单位会计机关 或附属单位会计机关之主管长官 及其主办会计人员 按事实之需要 着量减少或合并编制之 第28条 总会计报告 以政府之总会计 应为第21条至第23条综合之报告 但依第9条 第三项集中办理者 得就其会计记录产生会计报告 第29条 财务及固定负债删除 第30条 会计报告表应据记录编造 一个种会计报告表 应根据会计记录编造 并使便于核对 第31条 差额解释表 亦非政府机关代理政府事务者 其报告与会计人员之报告发生差额时 应由会计人员加编差额解释表 第32条 会计报告编送期限 一个单位会计机关 及个附属单位会计机关报告之编送 应以左列期限 一、日报于次日内送出 二、五日报于期间经过后二日内送出 三、周报、寻报于期间经过后三日内送出 四、月报、继报于期间经过后十五日内送出 但法令令定期限者 一期期限 五、半年度报告于期间经过后三十日内送出 年度报告 一、决算法之规定 二、前项第一款至第四款各报告之编送期限 于分会计及附属单位会计之分会计试用至 三、第一项第五款之报告 应由单位会计或附属单位会计机关 就其分会计机关整理后之报告会编制 其编送期限 得按各该分会计机关乘送整理报告之期限 及其由第十须期间加算之 采用机器处理会计资料之机关 其会计报告编送期限 由该管主计机关定制 第三十三条报告内容 一、前条第一项第一款至第四款之报告 其关于各机关本身之部分 在日报应以每日办事完毕时已入账之会计事项 在五日报、周报、寻报、月报、季报 应以各该期间之末日办事完毕时已入账之会计事项 分别列入 其关于会编所属机关之部分 在日报应以每日办事完毕时已收到之所属机关日报内之会计事项 在五日报、周报、寻报、月报、季报 应以各该期间之末日办事完毕时已收到之所属机关之五日报、周报或寻报、月报、季报内之会计事项 分别列入 但月报、季报之采用月接、季接制者 不在此线 第三十四条 会计科目 一个种会计科目 一个种会计报告 所应列入之事项定之 其名称应显示其事项之性质 如其科目性质与预算 决算科目相同者 其名称应与预算 决算科目之名称相合 第三十五条 统治与隶属账目 一个种会计报告总表之会计科目 与其明细表之会计科目 应显示其统治与隶属之关系 总表会计科目为统治账目 明细表会计科目为隶属账目 第三十六条 会计科目一致原则 以为便利综合会编辑比较计 中央政府各机关 对于事项相同或性质相同之会计科目 应使其一致 对于互有关系之会计科目 应使之相合 二地方政府 对于与中央政府事项相同 或性质相同之会计科目 应依中央政府之所定 对于互有关系之会计科目 应使何于中央政府之所定 第三十七条 会计科目定定 一个种会计科目之定定 应兼用收复实现事项 及全责发生事项 为编定之对象 第三十八条 会计科目编号 一个种会计科目 应依所列入之报告 并各按其科目之性质 分类编号 第三十九条 会计科目变更禁止 以会计科目名称经规定后 非经各该政府主计机关 或其负责主计人员之核定 不得变更 二前向变更会计科目之核定 应通知该管审计机关 第四十条 会计部级分类 以会计部级分左列二类 一账簿 为不及之记录 为供给编造会计报告事实 所必须者 二 被查布 为不及之记录 不为编造会计报告事实 所必须 而仅为便利会计事项之查考 或会计事务之处理者 二 会计资料采用机器处理者 其机器住存体中之记录 视为会计不及 三 前向机器住存体中之记录 应于处理完毕时 复制总数控制数码 并另以书面标示 由主办会计人员审核签名或盖账 第41条 账簿分类 以账簿分左列二类 一 叙实账簿 为以事项发生之时序位主 而位记录者 其个别名称位之部 二 分类账簿 为以事项归属之会计 科目位主 而位记录者 其个别名称位之账 第42条 叙实分类账簿专栏 一叙实账簿及分类账簿 均得就事实上之需要及便利 设立专栏 第43条 叙实账簿种类 一叙实账簿分左列二种 一 普通叙实账簿 未对于一切事项未叙实登记 或并对于第二款账相之结束 未叙实登记而设者 如分录日记账簿 二 特种叙实账簿 未对于特种事项未叙实登记而设者 如岁入收支登记簿 经费收支登记簿 现金出纳登记簿 及其他关于特种事项之登记簿 第44条 分类账簿种类 一分类账簿分左列二种 一 总分类账簿 未对于一切事项未总扩之分类登记 以编造会计报告总表位主要目的而设者 二 明细分类账簿 未对于特种事项未明细分类或分户之登记 以编造会计报告明细表为主要目的而设者 如岁入明细账簿 经费明细账簿 财务明细账簿 及其他有关于特种事项之明细账簿 二 设有明细分类账簿者 总分类账簿内应设统治账簿 登记各该明细分类账之总数 但财务明细分类账簿 除以第29条应列入平衡表者外应另设统治账簿 第45条账簿合并 以政府主计机关对于总会计单位会计 附属单位会计及分会计之特种叙实账簿 及明细分类账簿 为求简便记得着凉合并编制 第46条特种叙实账簿明细分类账簿之设置 亦关于各单位会计或附属单位会计之账簿 除应设置普通叙实账簿及总分类账簿外 其特种叙实账簿及明细分类账簿 应由各该政府主计机关 会同单位会计或附属单位会计机关 或基金之主管长官及主办会计人员 按事实之需要 着凉设置之 二个单位会计或附属单位会计之被查簿 除主计机关任位应设置者外 各机关或基金主管长官及主办会计人员 亦得按其需要情形自行设置之 第47条分会计账簿之准用 一各分会计之会计事务较凡者 其账簿之种类 准用关于单位会计或附属单位会计之规定 其会计事务较减者 得紧设叙实账簿及其必须之被查簿 第48条分会计叙实账簿之超送列帐 一个分会计机关 应就其叙实账簿之内容 按时超送主管之单位会计机关或附属单位会计机关列帐 其会计事务较凡者 得由主管之单位会计机关或附属单位会计机关 商城各该政府主计机关及该管审计机关 使谨就其每期各科目之介方 代方各项总数 超送主管之单位会计机关或附属单位会计机关列帐 第49条总会计之账簿设置 一总会计之账簿 应就其会编会计总报告所需之记载设置之 其被查簿就其处理事务上之需要设置之 第50条应被被查簿 一管理特种财务机关 关于所管珍贵动产 应被索引 照相 图样及其他便于查队之案记记录等被查簿 关于所管不动产 应被地图图样等被查簿 其成是由各该政府之主计机关定之 第51条 会计凭证 以会计凭证分左列二类 一 原始凭证 为证明事项经过 而为造具记账凭证所根据之凭证 二 记账凭证 为证明处理会计事项人员责任 而为记账所根据之凭证 第52条 原始凭证 议员史凭证为左列各种 一 预算书表及预算准备金 依法之用与预算科目间经费依法留用之核准命令 二 现金 票据 证券之收付 及移转等数据 三 新奉 公享 津贴 旅费 续养金等之给之表单及收据 四 财务之购置 修缮 邮电 运输 印刷 消耗等各项开支发票及收据 五 财务之请领 供给 移转 处置 及保管等单据 六 买卖 代借 承拦等契约及其相关之单据 七 存费 兑换 及投资等证明单据 八 规公财务 没收财务 赠予或移赠之财务目录 及证明书类 九 税付捐费等之指课 查定 或其他依法处理之书据 票罩之领发 及指课物处理之书据 十 罚款 赔款经过之书据 十一 公债发行之法令 还本付息之本息票 及处理深意折扣之计算书表 十二 成本计算之单据 十三 盈亏处理之书据 十四 会计报告书表 十五 其他可自证明 第三条 各款事项发生经过之单据 或其他书类 二 前项各种凭证之附属书类 是为各该凭证之一部 第五十三条 记账凭证 一记账凭证 为左列三众 一 收入传票 二 支出传票 三 转账传票 二 前项各种传票 应以颜色或其他方法区别之 第五十四条 传票应载事项 一个种传票 应为左列各款之记载 一 年 月 日 二 会计科目 三 室游 四 本位币数目 不宜本位币技术者 其货币之种类 数目 及折合率 五 有关之原始凭证种类 张数 及其号数 日期 六 传票号数 七 其他被查要点 第五十五条 传票之签名盖章 一个种传票 非经左列各款人员签名 或盖章不生效力 但实际上 无某款人员者缺之 一 机关长官或其授权贷签人 二 业务之主管或主办人员 三 主办会计人员或其授权贷签人 四 关系现金 票据 证券出纳保管已转之事项时 主办出纳事务人员 五 关系财务增减 保管 已转之事项时 主办经理事务人员 六 制票员 七 登记员 二 前向第一款 第二款 第五款人员 已于原始凭证上 未负责之表示者 传票上得不签名或盖章 第五十六条 免制传票 一原始凭证 其格是 何于记账凭证之需要者 得用作记账凭证 免制传票 第五十七条 免制传票 一 各分会计机关之事务简单者 其原始凭证经机关长官及主办会计人员签名或盖章后 得用作记账凭证 免制传票 第三章 会计事务程序 第五十八条 会计事务程序原则 一会计人员 非根据合法之原始凭证 不得造具记账凭证 非根据合法之记账凭证 不得记账 但整理结算及结算后 转入账目等事项 无原始凭证者 不在此线 第五十九条 需造记账凭证 一大宗财物质增减 保管 移转 应随时造具记账凭证 但零星消费品 材料品质付出 得每月分类汇总 造具记账凭证 第六十条 公营事业折旧标准 一公营事业 有永久性财物之折旧 与无永久性财物之盘存消耗 应以成本为标准 其成本无可计考者 以初次入账时之估价为标准 第六十一条 成本会计事务 一成本会计事务 对于成本要素 应为详辈之记录 及精密之计算 分别编造明细报告表 并比较分析其增减原因 第六十二条 过账程序 一除本条第二项 及第三项之转账传票外 各种传票 于计入叙实账簿时 设有明细分类账簿者 并应同时计入 关系之明细分类账簿 二特种叙实账簿之 按期结算 应过入总分类账簿者 应先以其结束造具 转账传票 计入普通叙实账簿 实行过账 但特种叙实账簿 仅为现今出纳 叙实账簿一种者 得直接过入总分类账簿 三公务财物 特种财物 应就其明细分类账簿 按期结算 以其结束造具 转账传票 过入令设之统治账簿 第六十三条 特种叙实账簿总结 一个种特种叙实账簿 应于左列十七节总 一 每月中了时 遇事实上有需要者 得每月 每周 每五日 或每日位置 均应另位累计之总数 二 各种会计事务之主管 或主办人员交代时 三 机关或基金结账时 二 普通叙实账簿 于每月中了时 机关结账时 或主办会计 人员交代时 意应结总 第六十四条 结账或结算 一 各机关或基金 有左列情形之一时 应办理结账或结算 一 会计年度终了时 二 有每月 每季 或每半年结算一次之必要者 其每次结算时 三 非常事件 除第一款 第二款情形外 其事件终了时 四 机关裁撤或基金结束时 第六十五条 整理记录 一个种分类账簿之各账母 所有预收 预付 到期未收 到期未付 及其他权责已发生 而账簿尚未登记之各事项 均应于结账前先未整理记录 二 公营事业之会计事务 除为前项之整理记录外 对于呆账 折旧 浩劫 贪销 及材料 用品 产品等盘存 与内部损益消转 或其他应为整理之事项 均应为整理记录 三个单位会计 或附属单位会计 有所属分会计者 应四其所属分会计之 结账报告到达后 再未整理记录 但所属分会计 因特殊事故 其结账报告 不能按期到达时 各该单位会计 或附属单位 会计得先行整理结账 加注说明 四所属分会计报告到达后 再行补作记录 整理结账 第六十六条 借贷方余额之处理 一个账目整理后 其借方 贷方之余额 应依下列规定处理之 一 公务之会计事务 各收之账目之余额 应分别介入 岁入预算 及经费预算之各种账目 以计算岁入 及经费之余处 二 公营事业之会计事务 各损益账目之余额 应介入总损益之各种账目 以为损益之计算 三 前二款会计事务 有关资产 负债性质 各账目之余额 应转入下年度或下期各该账目 第六十七条 注销更正 以会计报告 账簿 及重要被查账 或凭证内之记载 擅写错误 而当时发现者 应由原登记员划现注销更正 于更正处签名或盖章证明 不得挖补 擦 刮 或用药水涂灭 二 前向错误 于事后发现 而其错误不影响结束者 应由察觉人将 情形成名主办会计人员 由主办会计人员 依前向办法更正之 其错误影响结束者 并致传票更正之 采用机器 处理会计资料 或注存体制错误 其更正办法由中央主计机关另定制 三因善写错误 而致公库受损失者 关系会计人员应付连带损害赔偿责任 第68条 空白复注销 仪账簿极重要被查部内 如有重接两页 至有空白时 将空白页划现注销 如有悟空一行或二行 一列或二列者 应将悟空之行列划现注销 均应由登记员 及主办会计人员签名或盖章证明 第69条 传票会订成策 一个传票入账后 应依照类别与日期号数之顺序 会订成策 另加封面 并于封面详继起期之年 月 日 章数及号数 由会计人员保存备合 第70条 原始凭证之处理 一原始凭证 除依法宋审计机关审核者外 应逐一标注船票编号 附同船票 依前条规定办理 其不附入船票保管者 依应标注船票编号 依序粘贴整齐 会订成策 另加封面 并于封面详继起期之年 月 日 夜数及号数 由主办会计人员 于两页间中缝与每件粘贴编缝 加盖其缝印章 由会计人员保存备合 但原始凭证便于分类装订成策者 得免粘贴 一第九条 集中处理会计事务者 其原始凭证之整理及保管 得由中央主计机关 另定办法处理之 第七十一条 原始凭证之处理 亦阻列各种原始凭证 不适用前条之规定 但仍应于前条策内 注明其保管处所 及其档案编号 或其他便于查队之事实 一、各种契约 二、应令归档案之文书 及令行定册之报告书表 三、应留贷将来使用之存取 或保管现金、票据、证券 及财务之凭证 四、应转送其他机关之文件 五、其他事实上 不能或不应粘贴定册之文件 第七十二条 账簿首页应在事项 一个种账簿之首页 应标明机关名称 账簿名称 册赐 业数 启用日期 并由机关长官 及主办会计人员 签名或盖章 第七十三条 账簿末页应在事项 一个种账簿之末页 应列金管人员一栏表 填名主办会计人员 及记账 附和等关系人员之姓名 职务与金管日期 并由个本人签名或盖章 第七十四条 账业编号 一个种账簿之账页 均应顺序编号 不得撕毁 总分类账簿 及明细分类账簿 并应在账簿前加一目录 第七十五条 活页账簿之处理 一活页账簿每用一页 应由主办会计人员 盖章于该页之下端 其首页 末页 适用第七十二条 第七十三条之规定 但免填页数 并至页数累计表集临时目录于首页之后 装定时应加封面 并为第七十四条之手续 随将总页数填入首页 卡片式之活页 不能装定成策者 应由金管人员装侠保管 二除总会计外 叙实账簿与分类账簿 不得同时并用活页 第七十六条 账簿更换之限制 一个种账簿 除以用进者外 在决算期前 不得更换新账簿 其可长期更续记载者 在决算期后 亦无庸更换 二更换新账簿时 应于旧账簿空白页上 逐页注明空白作废字样 第七十七条 机器处理账簿之例外规定 一采用机器处理会计资料者 因机器性能限制 得不适用第六十八条 第七十二条 至第七十六条之规定 第七十八条 用必之不及报告评证之处理 亦使用完毕之会计报告 不及机器处理会计资料之注存体 及装订成册之会计评证 均应分年编号收藏 并至目录被查 第七十九条 会计报告之签章 一个项会计报告 应由机关长官及主办会计人员 签名或盖章 其有关各类主管或主办人员之事务者 并应由该事务之主管或主办人员会同签名或盖章 但内部使用之会计报告 机关长官免于签名或盖章 二前项会计报告 经会订成册者 机关长官及主办会计人员得 仅在封面签名或盖章 第八十条 签章限制 以会计报告不及及凭证上之签名或盖章 不得用别字或别号 第八十一条 报告之编号 以第三十二条第一项第一款至第四款之报告 应个编以顺序号数 其号数均应每年度重编一次 但在会计年度终了后整理期间内 补编之报告 仍续编该终了年度之顺序号数 第八十二条 公告 一总会计年度报告之公告 一决算法之规定 二个机关会计月报 应由会计人员按月向该机关公告之 但其中应保守秘密之部分 得不公告 三个该机关人员前上向公告有疑意时 得向会计人员查询之 第八十三条 凭证保存 一个种会计凭证 均应自总决算公布或另行日期 至少保存二年 届满二年后 除有关债权 债务者外 经该管上级机关 与该管审计机关之同意 得与销毁 二前项保存期限 如有特殊原因 亦得依上述程序延长或缩短之 第八十四条 报告账簿保存 一个种会计报告 账簿及重要被查簿 与机器处理会计资料之注存体 即处理手册 自总决算公布或另行日期 在总会计至少保存二十年 在单位会计 附属单位会计至少保存十年 在分会计 附属单位会计之分会计至少保存五年 其届满各该年限者 在总会计经行政长官 及审计机关之同意 得移交文献机关 或其他相当机关保管之 在单位会计 附属单位会计及分会计 应经该管上级机关 与该管审计机关之同意 使得销毁之 待日报 五日报 周报 寻报 月报之保存期限 得缩短为三年 二前项保存年限 如有特殊原因 得依前项程序缩短之 第85条 分会计之报告 一个集分会计机关之会计报告 应由主办会计人员 依照规定之7日 期间集方式编制之 经该机关长官合约后 呈送该管上级机关 第86条 分会计报告之查核 依前条报告 经该管上级机关长官合约后 应交其主办会计人员查核之 其有统治 综合之需要者 并应分别为统治之记录 及综合之报告 第87条 分会计之递送 一个集分会计机关之会计报告 依次递送至单位会计 或附属单位会计机关 单位会计 或附属单位会计机关长官合约后 应交其主办会计人员查核之 其有统治 综合之需要者 并应分别为统治之记录 或综合之报告 承送该管上级机关 二前项单位会计机关 如为第二级机关单位时 应按其需要 分别报告该级政府之主记 公库 财务经理 及审计等机关 第88条 单位会计报告之分送 一个单位会计机关 得以其报告 进行分送各该政府之主记 公库 财务经理 及审计等机关 但有必要时 亦得承由上级单位会计机关 分别转送 第89条 统治记录 一个该政府主记机关 接到各单位会计机关 各单位会计基金 之各种会计报告后 其由统治综合之需要者 应分别为统治之记录 以汇编各该政府之会计总报告 第90条 报告差额之解释 一 各该政府主记机关之会计总报告 与其政府之公库 财务经理 纸客 公债 特种财务 及特种基金等主管机关之报告 发生差额时 应由该管审计机关核对 并致表解释之 第91条 报告副本留存 一个种会计报告 均应由编制机关存留副本被查 第92条 机器处理报告之分送 亦采用机器集中处理会计资料者 其产生之会计报告或资料 由集中处理机关分送各有关机构 第93条 兼办代理 一 各公务机关掌理一种以上至特种公务者 应办理一种以上至特种公务之会计事物 其兼办公营事业者 并应办理公营事业之会计事物 二 非政府所属机关代理政府事物者 对于所代理之事物 应以本法之规定 办理会计事物 第94条 会计事物与非会计事物之划分 一个机关会计事物与非会计事物之划分 应由主计机关会同关系机关核定 但法律另有规定者 依其规定 第四章 内部审核 第95条 内部审核之执行人员几种类 一个机关实施内部审核 应由会计人员执行之 但涉及非会计专业规定 实质或技术性事项 应由业务主办单位负责办理 二 内部审核分下列二种 一 事前审核 为事项入账前之审核 着重收支之控制 二 事后复核 为事项入账后之审核 着重凭证 账表之复核 与工作绩效之查核 第96条 内部审核范围 以内部审核之范围如左 一 财务审核 为计划 预算之执行与控制之审核 二 财务审核 为现金及其他财务之处理程序之审核 三 工作审核 为计算工作负贺或工作成果 每单位所费成本之审核 第97条 内部审核实施方式 以内部审核之实施 兼采书面审核 与实地抽查方式 并应规定分层负责 划分办理之范围 第98条 内部审核之调查权 一会计人员为行使内部审核职权 向各单位查阅不及 凭证 即其他文件 或检查现金 财务时 各该负责人 不得隐匿或拒绝 欲有疑问 并应为详细之答复 二 会计人员行使前项职权 欲必要时 得报经该机关长官之核准 封锁各项有关不及 凭证 或其他文件 并得提取其一部或全部 第99条 对不合法会计文书之处理 一个机关主办会计人员 对于不合法之会计程序 或会计文书 应使之更正 不更正者 应拒绝之 并报告该机关主管长官 二 前向不合法之行为 由于该机关主管长官之命令者 应以书面声明异议 如不接受时 应报告该机关之主管上级机关长官 与其主办会计人员或主计机关 三不畏前二项之异议及报告时 关于不合法行为之责任 主办会计人员应连带复之 第99条之一 各机关特别费之除罪化 亦中华民国95年12月31日以前 各机关之用之国务机要计划费用 特别费 其报之 经办 合销 之用及其他相关人员之财务责任 均是未解除 不追究其行政及民事责任 如设刑事责任者 不罚 第100条 审核之效力 一个机关会计人员 对于财务之订购或款项之预付 经查核与预算锁定用途及计划进度相合者 应为预算之保留 关系经费负担或收入一切契约 即大宗动产 不动产之买卖契约 非经会计人员事前审核签名或盖章 不生效力 第101条 审核之效力 以会计凭证关系现金 票据 证券之出纳者 非经主办会计人员 或其授权人之签名或盖章 不得为出纳之执行 二 对外之收款收据 非经主办会计人员 或其授权人之签名或盖章者 不生效力 但有特殊情形者 得报经该管主计机关核准 定定处理办法 第102条 拒绝签署 一 各机关会计人员审核原始凭证 发现有阻列情形之一者 应拒绝签署 一 未注明用途或按据者 二 依照法律或习惯应有之主要书据缺少 或刑事不具备者 三 应经招标 笔架或议架程序 使得举办之事项 而未经执行内部审核人员签名或盖章者 四 应经机关长官或事项之主管 或主办人员之签名或盖章 而未经其签名或盖章者 五 应经经手人 品质验收人 数量验收人及保管人签名或盖章 而未经其签名或盖章者 或应附送品质或数量验收之证明文件 而未附送者 六 关系财务增减 保管 以转之事项时 应经主办经理事务人员签名或盖章 而未经其签名或盖章者 七 书据之数字或文字 有图改痕迹 而图改处未经负责人员签名或盖章证明者 八 书据上表示金额或数量之文字 号码不符者 九 第三款及第五款所举办之事项 其金额已达稽查限额之案件 未经依照法定稽查程序办理者 十 其他与法令不符者 二 前向第四款规定之人员 得由各机关依其业务规模 按金额定定分层 负责办法办理之 第103条 内部审核人员之保障 以会计人员执行内部审核事项 应依照有关法令办理 非因违法失职或重大过失 不负损害赔偿责任 第五章 会计人员 第104条 主计超然 人事超然 依各该政府所属各机关主办会计人员 及其佐理人员之任免 签调 训练及考计 由各该政府之主计机关依法位置 第105条 会计费用 依主计机关派驻各机关之办理会计人员 所需一般费用 应列入所在机关之经费预算 其属专案业务费 得列入该管主计机关之预算 第106条 主计超然 职责超然 依各该政府所属各机关之会计事务 由各该管主计机关派驻之主办会计人员 宗理 监督 指挥之 主计机关得随时派员 附个机关视察会计制度之实施状况 与会计人员之办理情形 第107条 佐理人员指挥系统 一个机关办理第5条至第7条 所列各种会计事务之佐理人员 均应由主计机关派冲 除直接对于前条主办会计人员负责外 并依其性质 分别对于各类事务之主管或主办人员负责 而受其指挥 第108条 合并或委托办理 以第5条至第7条 所列各种会计事务 在事务简单之机关得合并或委托办理 但会计事务设有专员办理者 不得兼办出纳或经理财务之事务 第109条 会计档案之移交 一个机关之会计凭证 会计报告 及记载完毕之会计不及等档案 与总决算公布或另行日后 应由主办会计人员 移交所在机关管理档案人员保管制 但使用机器处理会计资料所用之储存体 得另行处理制 二 会计档案欲有遗失 损毁等情事实 应急承报该管上级主办会计人员 或主级机关 及所在机关长官与该管审计机关 分别转成各该管最上级机关 非经审计机关认为 其对于良善管理人应有之注意 并无待乎 且于解除责任者 应付惩戒 三 欲有前项情事 逆不承报者 从众惩戒 四 因第二项或第三项情事 致公库受损害者 负赔偿责任 第110条 会计人员与机关长官之关系 亦主办会计人员 与所在机关长官 因会计事务发生争执时 由该管上级机关之主管长官 及其主办会计人员处理之 会计人员有违法或失职情事时 经所在机关长官 含打主计机关长官 应及依法处理之 第111条 请假出差之代理 亦主办会计人员之请假或出差 应承请该管上级机关之主办会计人员 或主计机关指派人员代理 其期间不予一个月者 得自行委托人员代理 但仍应先期承报 并连带负责 第112条 会计人员专任原则 一会计人员不得兼营会计师 律师业务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不得兼任公务机关 公司营业机构之职务 第113条 办理交代交代义务 一会计人员经解除或变更其职务者 应办交代 但短期给嫁或应公出差者 不在此线 第114条 办理交代 主办会计人员 一主办会计人员办理交代 应有所在机关长官或其代表 及上级机关主办会计人员 或其代表兼交 二前向人员交代时 应将印信 文件及其他公有物 与其经管之会计凭证 会计不及 会计报告 机器处理会计资料之助存体 机器处理会计手册 造表悉数交付后任 其已边有目录者 因目录移交 得不另行造表 第115条 办理交代会计佐理员 一会计 佐理人员办理交代 应由主办会计人员 或其代表兼交 交代时 应将业务上所用之张戳 文件 不及及其他公有物 并经办未了事件 造表悉数交付后任 第116条 办理交代 交代人员职责 亦交代人员 应将经管账簿 及重要被查簿 由前任人员盖章 于其经管最末一笔账象之后 新任盖章 于其最初一笔账象之前 均注明年 月 日 证明责任之中始 第117条 办理交代 主办会计人员之移交 亦主办会计人员 应自后任接替之日其五日内交代清楚 非取得交代证明书后 不得善离任所 但前任因并卸职 或在任并固时 得由其最高级左里人员代办交代 均仍由该前任负责 二后任 接受移交时 应及会同兼交人员 于二日内 依据移交表或目录 逐项点收清楚 出具交代证明书 交前任收职 并会同前任承报所在机关长官 及各该管上级机关 但移交不及之内容 仍有前任负责 第118条 办理交代会计人员之移交 以会计左里人员 自后任接替之日其 二日内交代清楚 除因并卸任者 得委托 代办交代外 其在任并固者之交代 应由其该管上级人员未知 第119条 办理交代 交代责任 以会计人员交代不轻者 应依法惩处 因而置公库损失者 并负赔偿责任 与交代不轻有关系之人员 应连带负责 第120条 结束交代 亦因机关备财 或基金结束而交代时 交代人员侍卫前任 接受人员侍卫后任 其交代适用本章之规定 第6章负责 第121条 本法之准用范围 以受政府补助之民间团体 及公司合营之事业 其会计制度 及其会计报告程序 准用本法之规定 其适用范围 由中央主计机关着定之 第122条 施行日 一本法自公布日施行